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动词后面加表示几乎像什么一样 那么它前面的动词一般是什么呢 表示 或者是感觉 这么说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昨天学过了一个重要的搭配 众所周知怎么说呢 吃到的吃是什么呢 阿尔达 那么阿尔达后面加打赏支持就可以了 阿尔达支持 那么要表示尊称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怎么说 阿尔达支持表示对对方的尊称 这是我们昨天学过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语法 那么今天我们同样要学习两个重要的语法 是什么呢 这个尊巴和这个尊巴 哇卡器 那么看似它们两个是一样的 那么后面加这个哇卡器 表示跟什么什么一样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尊巴 尊巴在什么时候用呢 它可以加动词 可以加形容词 也可以加名词 动词的后面 我们后面加这个尊巴 那么形容词呢 后面加呢 尼恩或者是这个尊巴 那么什么时候加这个尼恩呢 在形容词的前边呢 形容词没有韵尾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在后面加尼恩 如果形容词有韵尾的话呢 我们就加这个尊 后面加这个怕 那么这个名词也是可以加的 名词呢 后面加这个印啊 一打一打 就是是的意思 那么和这个名词结合 那么后面加这个尼恩巴 表示呢 跟名词结合的意思 那么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连接词尾啊 表示后一件事情呢 是前一件事情的补充和说明 那么主要是用于书面语的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高级语法的时候呢 跟初级语法很大不同的是啊 初级语法呢 是非常常用的语法 最基本的语法 那么它